從繁盛到凋零 有員工願與老闆同進退 譬如說我上網班 我起不進來 我要跟保全家 讓我想辦法讓我進來 回憶金華城開幕盛況 客服部副理肖香梅還是驚嘆 2001年11月開幕的金華城 剛過18歲生日就要說再見 金華城的誕生到謝幕 肖香梅全看在眼裡 從一個時段內 大概8萬個人都跑不掉 金華城全盛時期 每天人潮量多達十幾萬 員工超過2000位 身為客服部副理 客人最常遇到的問題就是動線 金華城L型的百貨裡 又包覆一個球體商場 複雜的動線對顧客來說就像迷宮 在上來的電梯 怎麼下到停車場 他們會有翻向絲感 另一位也是元老的貴姐 陳慧彥 從開幕到席燈 陪著金華城18年一起成長 要熄燈了 真的有點捨不得 民眾從剛開幕時的不熟悉 到後期轉變成生活重心 很忠實的顧客 他以前常常在這邊散步 他現在行動不方便 年紀大了 他請費用 每天推車子進來 金華城市生活的一部分 更是歷代傳承的回憶 畢竟在這裡十幾年了 每天都像自己的家裡一樣 我孩子小的時候我帶孩子來 現在我孫子出來了 我趕快帶我孫子來 還有顧客回憶過世的丈夫 在金華城逛街特別放鬆 他說我每次來到這邊 我就會回想到我先生快樂的那一面 你要跑到哪裡去了 對啊 有點捨不得 金華城從荒芜到凡盛 再從凡盛到凋零 金華城的守護者們只有不捨 換這麼多老闆就是這裡最久 這裡的人都很好 對啊 阿板貨也比較人性化 27年 真的很不捨 我們多麼希望 希望他可以成為百年建築物 蕭香沒感嘆金華城的謝幕 也感念老闆審慶金的提拔 若老闆需要 他還是願意支援 或此刻 跟金華城一起退休 也算是美好ending